民众报案表示成功于港外海 有一位陈姓民众华SUP立奖 疑似因为风浪过大而且体力不济 没有办法自行返回案记 新港安检所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派遣救生艇到现场来救援 成功把这个男子给救援上庭 海巡人员正在将男子拉上救生艇 并准备将他送返回案上 13日晚间6点15分时 海巡署第10巡防区的指挥部 接获118服务系统的通报 表示有一名男子划承SUP立奖 但仪式风浪过大 导致男子无法自行返回陆地 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派遣救生艇出勤 并协助男子返回陆地 在成功于港外 有一名民众从事SUP活动 因体力不支请求本署协助 本队获报后 立即指派新港安检所 派出橡皮艇前往施救 新港安检所同仁在成功于港外 约150公尺处发现该民众 无明显外伤且意识清楚 因此使用橡皮艇 将该民众接驳进港 本队在此特别呼吁民众 从事水域游戏活动 需做好个人安全防务措施 及现场环境评估 以确保自身安全 据了解 这名男子是从机会于港出发 但在返航时 却不胜民事方向 一路滑到了成功于港的附近 索性遇到海巡人员的及时救援 最终顺利返回陆地 而该民民众意识清楚 且无明显外伤 陆续以自行返家 结束了这场虚经济 记者陈继琳 成功正报导